娱乐周到,无需客套,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分手8年之后,刘兰雄跟前女友李立军首次同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刘兰雄跟李立军带着保镖一起出现在香港皇家宝商场 这个商场是刘兰雄旗下的物业,刘兰雄跟李立军已经分手8年了 这8年里面,两个人生活是互不打扰 可是这次两个人罕见同框,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 刘兰雄跟李立军分手之后,大大方方跟甘比结婚了 这几年,刘兰雄一直跟甘比生活在一起 而且,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身家都给了甘比 对于李立军,刘兰雄的态度很明确 分手的时候,他特意登报说明了 他还说自己不会分家产给他 还把李立军的两个子女从家族信托基金的名单中去除了 刘兰雄说,自己之前跟李立军在一起的时候 前前后后给了他价值20亿的珠宝 股票,现金,奢侈品等等 足够他们母子三个人生活了 同时,他会免费提供豪车,豪宅,跟私人飞机 给他们母子三个人使用 刘兰雄之前的分手也是非常彻底 他是连李立军的子女也不见了 搞得李立军的女儿刘秀莹是多次在网上说思念父亲 并且发了小时候跟父亲的合影等等 可是刘秀莹很多重要的节点 比如说毕业等等 刘兰雄依然是没有出现 刘兰雄之前做得如此绝情 可是这次,他却突然跟李立军一起同框出现 确实让人想不到 同时,这次干比也没有出现 于是有人猜测,刘兰雄跟李立军是不是要复合 还有人猜测,李立军是不是要回来 跟刘兰雄坦派要争家产了 最近刘兰雄也是挺反常的 他先是给李立军的女儿刘秀莹送了一个卡片 因为当天是刘秀莹去参加一个跳舞比赛 于是,刘兰雄给女儿送来了鲜花跟卡片 然后同时,刘兰雄跟李立军又一起同框出现了 单比又没有陪同着,确实让人想不到 那么,这次刘兰雄到底是为什么特别跟李立军一起出现呢? 如今,刘兰雄又跟李立军突然在一起 这至少说明,刘兰雄对他们模子的态度已经改变了 刘兰雄跟李立军分手之后 当时他就进行了分家 分的时候,刘兰雄没有分一毛钱给李立军 当时,刘兰雄也担心李立军会来增加产 因为刘兰雄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好 李立军又来增加产 于是,他就跟儿子刘明伟跟甘比都留了一大笔的现金 让他们可以跟李立军打官司 可是八年过去了,李立军并没有来争过家产 他一直跟两个孩子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 李立军自己则忙于瑜伽、健身、登山、舞蹈等等 生活是非常阳光 李立军同时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 他在香港投资了不少的房产跟证券 八年时间过去了 李立军并没有表现出对刘兰雄家族家产的任何幻想 或许这八年也是刘兰雄对李立军的考验 刘兰雄在视李立军对钱是什么感觉 这八年,李立军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刘兰雄如今也是改变态度了 或许李立军是通过自己八年不争家产 重新获得刘兰雄的信任 所以这次刘兰雄才会给李立军的女儿刘兰雄送卡片 也会跟李立军突然同框 不过刘兰雄应该不会跟李立军复合了 毕竟年纪在这里 刘兰雄身体又不好 他还需要干比的照顾 所以刘兰雄肯定不会这么干了 他现在也没有这个时间跟经历 这次刘兰雄见李立军应该是谈论孩子的事情 毕竟两个孩子长大了 读书也好 各种问题也是非常多 过去几年都是靠李立军一个人照顾 刘秀莹也是被李立军培养得很优秀 又拿到了武术冠军 还拿到了巴黎武冠军 如今也是开始进入大学读书了 刘兰雄估计也是看到 他们母子三人这几年的表现 所以也开始改变态度了 愿意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了 对于甘比来说 如今也是他展现自己大度的时候 毕竟李立军的孩子也是刘兰雄的孩子 很显然 刘兰雄对李立军母子的态度正在转变 另外一边 甘比的地位似乎也是危险了 过去几年刘兰雄的态度很明确 那就是甘比是自己最后一个女人 之前刘兰雄也是一分家产 都没有给李立军的子女 还把他的两个孩子 从信托基金的名单中去掉 可是刘兰雄如今突然改变态度 这对于甘比来说 将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有人猜测 刘兰雄是不是要跟李立军复合了 这个猜测应该不对 刘兰雄早前说了 甘比是自己最后一个女人 而且两人如今感情一直非常好 李立军过去几年生活也很潇洒 他一个人自由自在习惯了 估计也是不愿意如此 最有可能是两个人见面 沟通子女的问题 李泽凯跟梁洛士分手之后 两个人也会一起抚养孩子 刘兰雄其实也是很心疼孩子的 只是过去几年 他有些被愤怒给带偏了 刘兰雄之前一直认为 李立军是一个很贪钱的女人 甚至他还担心 李立军来增加产 可是这几年 李立军一直默默生活 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或许刘兰雄也是对李立军的看法有了改变 于是开始他也是关心李立军的孩子 如果刘兰雄开始关心李立军的子女 那么他可能以后也觉得 一点家产都不留给他们也是不好 所以他可能会重新分配家产 如果刘兰雄真的重新分配家产 那么最有可能就是把已经分给 甘比子女的资产分配给李立军的子女 那么甘比就肯定是大输家了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考虑甘比的时候了 因为刘兰雄过去一直说 甘比不贪图财富 所以他把大部分家产交给甘比 如果到时候刘兰雄真的要分一些资产 给李立军的子女 那么就看甘比 足不足够大方了 如果甘比万一不同意 那么之前刘兰雄说他不贪财就是错的了 之前几年说不定是刘兰雄对李立军的考验 然后现在是刘兰雄对甘比的考验 其实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几百亿身家跟几十亿身家 其实没什么区别 反正都是一辈子都花不完的 其实别说一辈子花不完 就是十辈子都花不完的 因为资产会不断承造利润 这些利润也就不可能花光他 其实刘兰雄跟李立军生了两个孩子 两个人虽然分手了 可是两个的孩子都是一起有责任的 刘兰雄虽然给了孩子豪车豪宅 也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费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这不是全部 对孩子来说 最关键的其实是父母的关心跟爱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刘秀莹来说 他估计宁愿跟着一个没钱的父亲 他也希望可以天天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刘兰雄开始想开了 其实也是好事一件 另外最近还有一个事情 也值得我们关注 那就是李立军突然花了540万 在香港寿山沉道租了一套房子 这个地方也是香港的豪宅区 而李立军租的这套房子 每月的租金是20万 他是一口气给租了27个月的房租 房子总共是200多平米的建筑面积 另外还带了平台跟私家花园 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 那就很有意思了 估计李立军是想要搬离刘兰雄提供的山顶搭宅了 要自己出来住了 因为刘兰雄给李立军母子三个人居住的房子 一直是在甘比的名下 估计李立军母子三个人住着也不是滋味 那么会不会这次李立军是去跟刘兰雄谈判的 告诉他自己一家人要搬出来了 有人可能在想一个问题 李立军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去租房子呢 难道他不能让刘兰雄给自己买一个房子 或者是自己出钱买一个房子吗 20万一个月 在香港也可以供很好的房子了 其实在香港供房子并不难 因为是可以赴一程就开始买房子的 其实哪怕刘兰雄不出手 李立军自己也有钱拿几个亿出来买一座豪宅 可是李立军为何宁愿租房也不买房子呢 李立军住的这套房子一年的租金是240万 如果买的话估计得一两个亿的价格 李立军如今名下在香港也有不少房子 他前两年才在香港一个新的小区 一口气买了四套房子 总计是花了1.3亿 刘兰雄之前也教会了李立军投资债券等东西 所以李立军这几年一直在投资房地产跟债券 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李立军也是很聪明 他的那20亿估计就是投资在房产跟证券上面 估计光是租金跟利息就可以收到不少 李立军如果拿出两个亿来买一套豪宅 那么他自己就有两个亿的资金被占用了 这次李立军跟刘兰雄见面 两个人应该还是比较和谐的 因为前段时间 李立军的女儿刘秀莹去参加香港的一个舞蹈比赛 刘兰雄也是一反常态 给他送了鲜花跟卡片 如今刘秀莹也是长大成人了 他也已经进入大学了 刘兰雄估计也是跟李立军一起商量女儿的事情 刘兰雄如今年纪大了 估计也是想开了 之前对两个孩子这么无情也是不对的 所以刘兰雄也是开始转变态度 有人猜测刘兰雄是想跟李立军和好 其实这个猜测也是无厘头的 刘兰雄已经是71岁了 他身体又不好 就是有心也无力了 另外 刘兰雄也说了 甘比是他最后一个女人 刘兰雄这个人说话做事 还是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的 其实刘兰雄也是在改变 经历了一场大病之后 他这几年应该也是想了很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